据天山网报道,3月25日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、兵团党委书记王军正、自治区党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王明山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部主任朱海伦、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陈明国就美英等国实施制裁,限制进入相关国家并冻结资产一事,做出回应。 王军正说,我本人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去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,在这些地方也没有一分钱的存款。所谓制裁,不过是自取其辱,废纸一张,也必将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唾弃。 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对一些反华政客和所谓学者恶意捏造的所谓证据如获至宝,罔顾事实,颠倒黑白,使尽浑身解数,大搞扣帽子,泼脏水的把戏,其破坏新疆发展稳定,干涉中国内政的卑劣行径和险恶用心招然若解。 而反观这几个偏好充当人权教师爷的国家,却在人权问题上,劣迹斑斑,恶名昭著。 我在这里正告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,赶快停止你们令人作呕的丑陋闹剧,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。 任何人都动摇不了我们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,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坚强意志和决心,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新疆稳定繁荣发展的进程。 王明山表示,关于对我实施制裁,我感到很荒唐,我和家人根本不愿去这些国家,在国外也没有任何资产,他们的制裁就是枉费心机,丝毫动摇不了我们推进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,维护新疆长治久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。 我们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,继续坚定不移的打击三股势力,任何外来干扰阻挠都是徒劳无效的。 朱海伦表示,对于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的霸权行径,我表示强烈谴责,所谓的制裁只不过是一些反华政客上演的闹剧而已。 我不会去这些国家,在这些国家也没有任何资产,对我制裁没有任何意义,请他们不要再玩弄这些无聊的把气了。 必须指出,任何诽谤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,任何谣言都不能抹杀新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事实,任何图谋都不能动摇新疆各族人民环节奋斗的决心。 陈明国说,这些年,通过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斗争,新疆各族群众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,不必再时时担心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。 但欧盟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却对新疆的事实真相冲而不闻,视而不见。 反而以人权教师爷自居,四处散布虚假信息,挥舞制裁大棒,干涉别国内政。 我被这些国家制裁感到非常自豪,在事关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,我们不会做任何妥协退让。 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,对于一切恶意的来诋毁、攻击中国、损害中国主权、利益、尊严的言行。 我们必将要做出必要的、正当的和正义的回应。 而且我也必须要强调,中国从来不主动去犯人,但是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。 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esf inm宗 Буд输 因此向第